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愿意为你付出 但承担不起你整个家庭的付出 我真的不知道 你到底喜没喜欢过我 如果你只是想把我变成 一个你前任的翻版 那咱俩不如早点结束 不要再耽误对方 有请对队情侣 有请 小时22岁来自沈阳学生 有请 小张22岁来自河北学生 有请 欢迎老妹 是谈了一年半了 是吧 对 你还很不确定 具体时间记不住了 这恋爱谈的 是在社交平台上认识的 哪个平台 抖音 怎么发展的 是他先看了我的抖音 然后私信我 跟我就是聊天 聊得挺好的 就加了个微信 然后呢 聊着聊着 我们觉得聊得很好了 就开始私下见面 最后就是开始了 那个你来我往就在一起了 那又然后呢 就后来我们不是在一起了吗 然后再后来我就看见他 不止跟我聊天 然后后来也在抖音里 跟其他小姐姐聊天 然后就聊到我们这儿来了 是这意思吧 是经常在抖音上 跟其他的小姐姐聊天吗 我的目的不是聊天 我是看其他女生 发的一些吃着喝着穿着 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好 她们穿的衣服 我想问问在哪里买 我也想给她买一下 她们吃着喝着 我想问问在哪个位置 然后我想带她去 她也给那些女生刷礼物 她们都不可能认识我 那种是好几百万粉丝 我就给她们续个灯盘支持一下嘛 那你那么多女性朋友 也是给我看衣服的嘛 我朋友多怎么了 那就是我正常社交啊 正常的社交 为什么还会有你的前女友 这分手了还能当朋友吗 那怎么 分完手就要吵一个你死我活 这不无理取闹吗 谁无理取闹 这不她无理取闹吗 分了手一定要女生往后 我没有无理取闹 然后她们之前 还出去吃饭来着呢 那次我请她吃饭 是因为她帮我一个忙 中国人讲究一个礼商往来嘛 那我不能什么也不说吧 她帮一个大忙 什么往来 能单独去吃饭 那怎么了 她帮我忙 吃一顿饭不很正常吗 行 除了吃饭 还有别的私下交往吗 对没有啊 只是简单吃一顿饭吧 有 过年的时候 我看中一块手表吧 然后我跟她说了 她也就是很痛快地给我买了 第二天 我看到她的淘宝记录路上 然后又给另一个女生 买了一块相同的手表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那次是她那个女生 要过生日 我给她送个生日礼物 我过生日的时候 她也送我生日礼物 这种都是很正常的 一个礼商往来嘛 给那个女生 买生日礼物 你告诉我一声 我给你一块给她跳 不也挺好的吗 我不是怕你生气吗 你要是看不见的话 这事不就过去了吗 所以还想瞒着我吗 我没想瞒着你 我这不为咱俩感情着想 行 我能问两个问题吗 就是你觉得给其他的女生 送跟女朋友送同款的 这个不是件事 是还是不是 对 所以你关注那些小姐姐 那些裙子也好 吃饭的地儿也好 带你女朋友去 也没啥是吧 这就不由得你女朋友会想 也许那也是你的女朋友 那你觉得她这么想 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 我觉得她有点想太多了 我可以理解这件事 在我的角度上 你可以理解 你也承认这个现象存在 是吧 那行了 那就接着说吧 还有 还有 你还好意思说 我要是你 我早走了 那不行啊 我还喜欢她呢 哎呦 我的妈 来吧 您接着说吧 我每回跟她出去吃饭 逛街之后 她总会遇到什么 异性朋友啊 还有同性朋友都遇到过 她总会邀请他们 一块儿加入到 我们两个人的行动中 不是说明 你已经成为我生活 一部分了吗 我可以带你去 见我这些朋友了 那为什么要让他们 加入到咱们两个人的 约会中呢 那不正好碰上吗 这不是可以一块 我感觉啊 那你上回 跟他们吃饭的时候 不叫上我 一块儿去呢 那次不是怕你尴尬吧 那次 那次是哪次 发生了什么 你们俩能说清楚点吗 就是那次 我请了个女生吃饭嘛 然后我不想带她 因为这件事情的话 我知道她一定会多想 她为啥会多想啊 因为她太敏感了 她容易多想 还有一次 我们要去看电影吧 我会知道 她一个异性好友 因为后边没有多少人 她直接邀请那个女生 我们三个人 定排一块儿坐 那个女生 就直接坐在她旁边 你坐哪儿 我也坐在她旁边 哦 您是C位是吧 哎呀 骄傲 对对对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主持人 我想哪样啊 我感觉你好像多想了 我没多想 我就是团圆了一下 当时的场景嘛 那你觉得我想到呢 不是害怕您多想吗 咱接着听 咱接着听 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是在那 聊着电影情节 就把我甩在那 我就像一个电灯泡 他们是男女朋友一样 那次不是碰巧吗 碰巧碰上去了 巧了 巧了 正常的女生朋友 应该说 你们看电影吧 然后她就走了呀 那是她不懂事 那你为什么你要找我呢 那你也可以婉拒她 那我不能说 你去走 起来 我也不能这样啊 好 这个事咱过了 电影你也不也看了吗 你也很高兴地赔了吗 不高兴 不高兴呢 你不是还是跟她 继续谈吗 对不对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 我和她跟我朋友 一块吃饭嘛 她对我朋友 特别欠殷勤 给我朋友倒水 还偷瞄我闺蜜 你想多了吧 我什么时候 偷瞄你闺蜜的 我闺蜜后来都跟我说了 我带录音过来 我就知道她会狡辩 来 我觉得有件事吧 应该跟你说一下 今天跟你男朋友 吃饭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她很奇怪 各种倒水 点菜的时候 一直问我想吃点什么 都不问问你 我都觉得尴尬 结果后来 趁你去洗手的时候 她还问我 玩不玩游戏 要是玩就加个好友 这不就是想加我微信吗 我觉得啊 她真的小心思挺多的 你注意这点 她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今天能这么对我 明天就能这么对别人 后来咱们不是一块去看夜景吗 我走在你们前面 行事是补个妆吧 我打开我那镜子一看 她还看我 让我浑身都不自在 这种男的 就是典型的吃着碗里的 看着盆里的 想着锅里的 你们两个都一样 都想太多了 那次我给你们倒水啊 那不是因为你是我女朋友 我想让你跟我面子吗 那你们应该先跟我倒水吧 你根本就不管我 他们不都知道 咱俩是男女朋友吗 怎么 你觉得他们对你有威胁了 你不自信了 你是我男朋友吗 到底 不是 你说 我认为她有很强的那种表演性人格 就是恋爱脑 特别恋爱脑 就是她要求 你说我去你 她要求我们每次约会之前吧 她要我给她准备一些小礼物啊 一些小惊喜啊 小浪漫 每次都这么要求 你说这样吧 我可以理解 也可以接受 但是呢 就假如说 我哪次我忘准备了 或者是准备东西她不喜欢 她就会说我 不高兴 你说我也花心思了 完了我还不讨好 女生要点衣食人家怎么了 那是个女生不都得要点衣食感吗 那我是不是准备了 你给我准备的都是什么呀 主持人 我之前一直跟她说 我不吃甜食 就是很不爱吃甜食 她经常给我送这种蛋糕啊 奶茶啊这种特别特别甜的东西 这谁受得了啊 忘了嘛 我看人朋友圈都发什么丑梅蛋糕啊 那我也给你一个 别让你羡慕他们 你说我送错了 你好好说不行吗 为什么要跟我生气呢 我不止跟你说我一次了 我跟你说我多少遍呢 你还这样 我怎么觉得女生对送错礼物这件事 比她跟闺蜜看电影什么的更计较啊 我觉得你这件事是气氛的 那些什么看个小姐姐什么 对你来说反而无所谓 对吧 因为他们也不会理她的 看到一个现实就是你也就是过过眼影是吧 所以你也并不在意对吧 那她对你要求这个仪式感要求有没有提明确的要求 她不跟我说 她让我猜 完了我要送不好的话 她还会说我 那你送好过吗 送好过呀 我不是想让她多花花心思吗 还有一次 那个时候当时我们已经是在一起两个月了 她当时要求我交一帮朋友 让我准备什么花啊 蜡烛啊那种 当然好多人的面就像猴一样 就是被看着然后再跟她表一次白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她变化给我表白的 她当时还跟我承受说 以后会给你来一场更好的表白 然后我就想像她说的那样 不是受到所有人的祝福不是一件很好的是吗 结果她觉得这是当猴耍 那不就是吗 你要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尴尬上面吗 那你当中为什么要承诺我呢 我是 但是我没想到是当了那么多人的面 所以女士我想问一句 确实她在电话里面说我喜欢你是吧 你同意没 同意了 因为她 这个没皮没脸呢 你说你看 这个我就那个什么 你不是同意了吗 你可以不同意啊 你为什么同意啊 因为她当时说以后会给你一个更好的表白 你是奔那个更好的表白去的是吗 那最后有表白吗 没有 我一直后来我一直要求她才才迫不得已弄的 那那次我是不是我在那么尴尬的情况下 我还是为你准备了这个东西 然后呢 你还是说我不是成亲的 坐了哈 坐了 请了多少人呢 就我的四个好朋友 然后她的一些好朋友 那不就是满意了吗 不满意啊 她一直都是不情愿的 好 这件事过 所以男生说这个女孩有表演性人格 对 还有一次是怎么呢 我们再去吃饭 当时那个菜六虾 我虾不是很体贴一件事吗 完了当时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 她问我 你之前给多少女生扒我一下 完了这种事吧 你说我要是撒谎的话 她就会不高兴 因为这种问题答案她心智肚明 我告她实话呢 哎 又不乐意了 跑了 不是 不是 我知道 之前虽然有情朋友吧 但是 我还是想知道 我在她心里是什么位置的 你说你 微博上抖音 你见那么多小号 你给我发自信 你用别人照片 你给我发自信 完了你说我要不回吧 你就一个印发 一直发 非得发到我回 我回那么一句两句 哎 现实就过来 你怎么事 不是 我装小姐姐 然后就看看你 对那些小姐姐的态度怎么样啊 顺便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呢 直接跟他们说 我有女朋友 你以后不要找我了 你就这么跟他们说 不就得了吗 我回他们啥了吗 在一个我社交平台 他们都能看见 有你照片啊 那还不是我要求你放 你才放的 那我是不是放了 他们也都能看见啊 那么他们都能看见 我也没回你这些 所谓的你这些小号 你都看出那是我小号了 你当然不会回了 你这恋爱谈得很辛苦啊 姑娘 但是你喜欢这种辛苦 对不对 不喜欢 要是她给我安全感 我怎么会这么辛苦呢 安全感是别人给的吗 可是她那么多小姐姐 我怎么知道 我是她的唯一 我是她的例外呢 而且 不是 我还有一个心结 你说心结 就是她之前 还有一个白月光 虽然她们在一起 也就一百天 但是她的言行啊 习惯都是因为那个女生 所以影响的 然后呢 她还让我学那个女生 穿衣打扮呀 化妆风格啊 什么事情都让我学那个女生 我什么时候让你学她了 比如说出来玩 非要让我穿裙子 还让我打扮成 她的那个化妆的风格 没有化妆 或者化妆打扮不满意 她就让我回去重新打扮 你这不是胡思乱想吗 我当时我只是给你个建议 我说那个你试试穿裙子啊 什么的 你怎么就往那块儿想呢 你怎么就往别人身上套呢 主人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我之前看过 她那个女生的社交平台 照片什么的 根本就是一样的穿衣风格 打扮呀 这也很正常 她能把送你的手表送给别人 她的一脉相承下来 不意外 咱们两个也不是天天见面 是好长时间她们见一次面 好不容易约自会 你说你也不化妆 我就感觉你就是 你不尊重这次约会 你也不尊重我 可是都好长时间 没见过面 你为什么要戴这次化妆呢 我想看看你尊不尊重 这次约会尊不尊重我 那你态度为你也不咋地了 我态度怎么不咋地了 你这些也都了之 好好好 还有什么不满意吗 还有 她还借那个女生一万块钱 那不是因为她有困难吗 你说前女友她的困难成什么样了 她会来找我借一万块钱 那你说她都那样 困难成那样了 我身把援手 我也没说跟她闲聊吧 分手了 为什么还能有联系方式呢 那非得要拼个鱼死网破吗 那你借的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借这笔钱 之前你也没跟我说过 那我还不是被咱俩关系着想吗 怕你不开心吗 你做什么事都不告诉我 你也不考虑我 这就能让我开心吗 这不就是考虑你吗 怕影响咱俩的感情吗 咱不说了 我问几个问题行吗 姑娘你在家里是独生子女吗 有一个弟弟 哎呀你可不像是一个有弟弟的人 主持人就这个弟弟 他当时我给他买iPad 我就为了让他更好的 那次复习期末嘛 然后他呢 反手把这个iPad送给他弟了 期末考试又没有上iPad的 而且看书记笔记 我更喜欢纸日版读书 我弟弟正好需要上网课 学习什么的 给我弟弟怎么了 你打游戏也行 我是送给你的 不是送给你弟弟 用那个iPad 不应该是学习的生产力 为什么非要打游戏呢 那不关这事 那我有钱给你转账 我希望你有更好的生活吧 完了你呢 你转给你家里 我也没有转几次 是你看见那几次转账 然后觉得你给我的钱 我都会转给家里 你说这样咱俩最后结婚了 我是不是还要养你们家人呢 你们俩还真打算结婚呢 嗯 到那步会的 就是因为这个主持人 我们两个有个很大矛盾 就是因为毕业 马上面临一个工作问题嘛 他想去那种北京 像上海这种超一线 这种大城市 我认为吧 他没有那个能力和实力 就是在那种城市立足 所以说呢 我想带他去那个小城市啊 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这种 你不床上 你怎么这样 你没有能力呢 你有那个能力吗 你说你晚上不睡 你早上不起 二十四小时高墙都冲浪 你连试都不是 主持人 我希望嘉宾老师 能给我们调解一下这种 调 调 调解什么呢 就是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他非得要去那种大城市 他要是有实力吧 你让人去呗 不是 他要是有那个能力 或者实力的话 我同意 我在此之前 先问几个问题了 好吗 这姑娘吧 学习也不专注 对不对 对 能力也不强 只配小城市 对吧 不是说只配 家里有个弟弟 这个未来 如果有结婚的话 还要扶弟弟 不用扶我弟弟 你看中了这姑娘什么了呢 我认为我们这三观 或者是性格很合得来 对对对 你们俩确实是一路人 他不会真跟你生气 对不对 对 特别喜欢吧 应该 我觉得都爱到骨髓了 你知道吗 要不然怎么可能 有今天这一码 是吧 但既然爱到骨髓了 你愿意为他放弃 去超一线城市吗 不愿意 都爱入骨髓了 怎么会不愿意呢 因为爱情是爱情 个人发展是个人发展 这句话说得特别好 那你爱他什么呢 就是比较什么 绅士的习惯呀 然后 他有绅士的习惯 比如说 跟你闺蜜在一起的时候 喵你闺蜜 这叫绅士做的事 不是 比如说 约你出去约会的时候 让你化妆 化得像他的前女友 这叫绅士做的事 不是 那他绅士的习惯在哪呢 你给我讲一件事 让我听一听 就是我们在一起之前 他和我出去玩会 给我开车门啊 然后还给我带 就是随手携带纸巾 然后让我用 开车门好绅士是吧 你这么大的姑娘 自己包里都没有 湿纸巾的吗 平常比较忘带 刚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用了一个时间定语 叫做在我们好之前 是吧 那我就特别弱弱地问一句 在你们好之后呢 好之后 他快把这种事情给忘了 那他何来的绅士呢 可是我们已经在一起了呀 后来 这姑娘我是说你单纯呢 我还是说你傻呢 你觉得我用哪个词 稍微不那么刺耳 我觉得每个词 其实都不好 但是这个感受 确实太深了 谈个恋爱把自己谈成这样 行 来吧 各位老师 男生说了 老师帮我们调解一下 没错吧 没错 往毫里走 女生也是这个意思对吗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女生啊 从上场到现在 申诉男朋友的各种的不好 请不吝点赞订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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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你觉得男生条件好吗 还行 怎么讲 就比如也能随手拿出一万块钱借给那个女生吧 这就是条件好 还能随手送一个iPad 你是指她的经济条件你认为还可以 你刚才一说条件好是拿钱来衡量 我还真的挺惊讶的 她能有几个钱 她家世有多好 她学时有多高 她外表有多帅 她条件好吗 你再看看 我再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条件好吗 不是 不好 学历不够好 学习不够好 家世不够好 还有个弟弟还没有供出来 还要花钱 所以啊 你看人就有问题 我们都能看出来这个男生的问题在哪 就你看不出来 核心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你看不清自己啊 你觉得自己条件不好 就配找这么一个人 正是由于这些种种 她拿捏你死死了 她知道你是一个自卑的姑娘 你二十出头一个女生 人生才刚刚开始美好的第一步 你就给自己下了这么一个定义 我条件不好 只配这样的爱情吗 哪个男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特别大言不惭的 说我都是异性朋友 关系好 我送人家块表怎么了 我吃饭时候给人家倒水 看人家怎么了 我就看一看 谁敢这么说呀 就他敢 为什么敢呀 你自视太低 男生 你说你现在做的事情 让我们听起来多愤怒啊 怎么好意思一块手表 又送女朋友 又送别的女生啊 你认为你真的那么在女生中间 哎呀那么有好人缘 谁都喜欢你 你就差一个人回头 他答应和你好了 骗了你的感情 骗了你所有兜里 没几个的钱 再把你踹了 你就知道自己曾经做的都是错的 只有拿出真心 才会收获爱情 谢谢 我真心跟你说啊 你的这位男朋友 他真的看不起你啊 你就比如说 他张嘴就说 你那期末考试能考几分啊 第一 他看出来 你前途暗淡 一个考试你能考几分啊 第二 他说了 你可别去那个 其他的城市 你没有那个能力 他说你的能力啊 他说了三个词 我只记住前两个 第一个 你的自律性 对吧 你的自控力 他说的自律和自控 按照他的表达是 你早上不睡到中午不起床啊 说明你在他眼里 不光前途暗淡 而且懒 但是 他希望你留在他身边 是为什么 他知道这个杀出去 以这样的自控力 这样的自律性 在你的世界里 有人想替代他 难度不高 你呢 在整个这个关系当中 虽然明知我被他看不上 比白月光差远啊 但实际上 你需要他存在 证明你有人追 你也需要他存在 让你得力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 不要分手 没必要 姑娘我想跟你说 你一直在寻求 你希望自己是 别人的例外 每一个在恋爱当中的女生呢 碰到一个 男人的时候都觉得 我就是那个例外 也都相信 我一定会成为你的唯一 但是你知道 如果你不做自己 你不是谁的例外 而且 你毫无底线 毫无自尊地 在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这个男人勾搭你闺蜜 侮辱你的人品 否定你的能力 看不起你的家庭 以上任何一条 都够你拔起腿就跑 但是你没有 你纠结在 我到底是不是那个例外 就算 以上这些 所有的种种 你都承受 然后他告诉你 你就是我的那个例外 你比那个白月光强 这样的一个人 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 所以如果当你自己 没有自尊的话 当你自己没有底线 可以让别人 随意践踏的时候 你有什么资格 要求成为别人的例外 先做回你自己吧 谢谢 你家是很有钱吗 是吗 你给主播打赏的钱 哪来的 你谈恋爱折腾这些钱 是从哪来的 谁给 家里没有钱 还要这么去做 你觉得你对得起 你父母吗 其他人我都不说了 问心无愧 就这还问心无愧 你好而反思反思 居然还能笑谈啊 就你还能笑着 再说这件事 还能说我爱他 爱到了骨子里 你们俩好吧 加油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咱们两个在一起 一年半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我也不知道 我这样的性格 你能不能受得了 我确实是可能 做一些 你不太喜欢的事 但是我认为 个人认为 我能把生活和恋爱 分得很轻 但是我真的不确定 这样的性格 你是否能够接受 你呢 要是不喜欢我 或者没有那么喜欢我 你就直接跟我说 我也没什么的 你要是喜欢我 能不能把我 放在第一位 你继续这样 你知道你说 你心里怎么 心里也知道 但是实际上我 实际形勢上 我根本看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接受你 能不能接受你 你没听懂他说的话吧 我就是这样 接受我就是这样 不接受你可以走 我理解的对吧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通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于老师 不遵守规律的事情 算是会破裂 但是从今天 预测的结果来讲 可能会双出 我觉得 没有相爱的情感 其实就是一个谎言 今天谎言 像是被戳穿一样 我倒是觉得 男生 女生 都不出来的好 来吧 咱们看结局吧 你开门